课堂上十多位中高年级学生 大家手忙脚乱的 分别在不同造型上胡贴纸浆 大家忙得补宜乐乎 专攻香坎评贴艺术的外聘指导老师 陈正将指出 立体纸浆塑型教学 美材来自回收谁手可得 质地轻盈 塑型容易 最重要的是能轻易地将平面作品立体化 一般是先设计平面图 以宝特品或纸板当支架 贴上专用的纸浆 答题彩绘 装饰机理处理 全程约四周才可以完成立体造型作品 然后我是觉得说 我们不只是 因为我是教拼贴马赛克 然后两校党是说 他们刚好是有一个课程 是配合那个Nikki的意想世界 那我是觉得说 我们可以发想更多的东西 就像我们先画平面的发想 然后我们再把它变成为立体的一个创作 然后我们最主要是 我们是以我们的环保绿材质来创作 那有了平面图 然后我们会找一些纸箱或是宝特品 我们把它做一个骨架 之后我们也是用最环保的那个纸浆 纸浆 我们会用报纸 挥收纸 然后再去打成那个纸浆 作为那个我们那个立体的那个线 一个那个胚体的创作 然后之后可能就是再过一两个礼拜我们那个胚体创作完毕之后 我们会彩绘然后再上一些拼贴的玻璃彩石装饰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学校虽然是小 可是我就觉得说小而巧 而且这里的小朋友 我觉得他们上课的那个热忱也非常的用心 田峰主任陈慧明也表示 为落实艺术生根计划 帮助学生们展现美好的创作与想象 校长除了争取上级补助 及企业赞助不以疑虑以外 也帅团队全力以赴 期待让学生能培养更具体的艺术观 因为我们从去年度开始就申请了艺术生根的计划 那这样的课程刚好去年县府有来公文 说广大鱿鱼艺刚好这样的计划可以给我们申签 所以我们就跟我们县内的盟主学校 双东国小提出这样的申签 也刚好他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提出这样 让我们可以申请这样的计划 那我们的孩子可以结合我们之前的艺术生根的活动 那发挥我们孩子的创造力 那我们的孩子可以藉由这些的经验 那提升他们对他们的那种艺术的想法 会可以更的更广阔 更有世界观 看到孩子们幸运在兼具环保跟艺术的立体纸浆缩写领域 从做中学 将一个原本要丢掉的废弃物 经过巧思捏索 竟然可以变成美丽的艺术品 展现环保跟艺术融合之美 真是令人无比行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